现在太多人想做冠状病毒的测试 香港实验室能够应付测试的容量已经过了 不要说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需要做测试的人 都未必真的做得到测试 即使你真的做了测试的话 等候的时间都会越来越长 结果就是说很多人有机会带着病毒 都会继续上班上学 或者继续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 它在社会里面播毒的风险就会高 继续下去疫情真的会非常难以控制 哈佛大学就出了一个研究报告 它提出了一种做法 可以立即解决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那么神奇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讲讲一些背景资料 在美国就有我们现在香港做的生猴退役 这些核酸测试去检查新冠状病毒 这个方法是很重的 但是价钱就相当贵 在另一个极端呢 它也有一些非常之简单 就是好像家用 好像验人棒 这些简单的测试 去检测一点口水下去 过十分钟就知道结果 这些测试就相当之便宜了 结果就立即有得看 因为它价钱便宜 很多人都负担得起 可以在社会里面大规模地做的 这些简单的测试呢 它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的 那个人要带着病毒 数量要有那么多 才能够用这些简单测试 测到出来 那你就会觉得 喂 这些简单的测试都不准 我做来做什么呢 那我当然是做这个核酸测试 哈佛大学 它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 非常之有趣的 那请大家就和我看一看这个图表 那我就解释给大家听 好 那我们就现在看一看这个表 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的测试 即是核酸测试和家用简单的测试 在不同严重程度的新冠肺病人身上 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现在这里我们有三个新冠肺病人 上面这个就是最轻微的 那下面这个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严重程度越低就越厉害 那严重程度也可以由口水里面 每毫升的病毒量反映出来 那最轻微的那个 每毫升口水里面只有1000个病毒 那中间程度这个 每毫升口水里面有10万个病毒 那而最厉害这个人 病毒的量就去到每毫升100万个 就看看两个测试的结果 主要就是这个核酸测试和家用测试 就是差了那个敏感度 核酸测试它的敏感度高些 病毒的数量就是比较少到这个 第一个 这个最轻的 它每cc的口水里面有1000个病毒 这个核酸测试都已经探测到了 同一个人如果我们用家用最简单的 那些试纸式的测试 那是不能嫌疑的 因为它敏感度低 不能够提升到一些 初期的口水里面的病毒量很少的人 那好了 到这个中等程度 病毒量就已经上升到每毫升 就10万个病毒 如果这个人的话 用这个核酸测试也好 家用的测试也好 因为病毒的量已经增加了很多 其实两种测试都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两个都阳性反应 其实两个测试都可以 找得出这些中等程度的新冠肺病人 最严重的那种 可能开始已经发病了 发烧不舒服的那些 那它的病毒量就非常之大了 每毫升的口水里面有100万个病毒 那它的病毒这么多呢 当然无论你用这个核酸测试 或者家用那些简单的测试 就是因为它的病毒浓度已经远远超过 这两个测试的敏感度 就是说两种测试都可以找得出这些严重的病人 大家留意最后这一行 病人在发病的早期 如果他口水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多 从1000个到10万个之内 其实都是不会传染人的 就是未有传染性 到病毒量超过了100万个的话 那它就开始会传染人了 这个图的最大的目标 就是大家要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无论我们用核酸测试 贵这个 或者用这个便宜家用的测试 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得出一些 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的人 而他身体上带着的病毒的浓度又高 可以传染人的话 其实两种测试都能够有效地找得出这些人 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这些测试的目标 我们做这些测试的目标 就不是找一个完美的测试 就是说那个人带着的那么多病毒 很少病毒 不会传染人的 有没有病绩的 我们都找到出来 那就为之厉害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这样 我们的目标很实际 就是希望能够准确有效地找出社会里面 大部分有传染性的新冠状病毒病人 找到出来之后 尽快将它隔离 就可以斩断了在社会里面的传染链 如果我们认清了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话 很明显我们看到便宜的家用的新冠状病毒测试和贵的核酸测试 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两种测试要去找出有传染性的新冠状病毒病人是由刃有余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又会教我们用准一点的测试 可以找出那些早期的病人 病毒量很少 不是更加好吗 那我就要问一句 究竟早到有多少 贵一点的测试 都未必早到很多 那我解释给大家知道为什么 病毒的复制速度是非常之惊人的 我们用回刚才的图表来计算 比如说今天 例如第一 那个病毒很快就可以由每cc里面有1000个病毒 进展到一个地步 每cc口水里面有10万个病毒 如果这个过程很短 有多短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以参考其他呼吸系统病毒的经验来说 这个过程可以是非常之短 可能一日半日之间就已经做到了 就是说如果我用这个很便宜的测试 今天测试不到 明天可能已经测试到了 因为明天的病毒量已经升得很快 那你包含颈 当然准一点的好一点 你有没有那么多资源的传闻做这些核酸测试 谁不知道餐餐包心次度好 但是没有钱的时候 那你也要先吃着淡 好了 说了这些东西有什么实际用途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 香港里面每一个家庭 每个都有几十个这些简单的试子 这些新冠肺病毒测试在家里 那如果我们大部分人每天早上班上学之前 都吐少少口水 做了这个测试 那如果结果是阳性的 有新冠肺病毒 那就不要上班不要上学了 戴口罩 那就跟老婆分房睡 那就隔离啦 那街外面带着这些新冠肺病毒的人 是不是会突然间减少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如果说超早查出来 那个结果是negative 是阴性的 我没有带着这个病毒 那我就可以继续上班上学了 那这个疫情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对于经济的打击 就可以减少了 一定有人会问 就是说 你这个测试都不太准的 敏感度那么低 那你阳性阴性都没有参考价值 不是这样 大家要知道 这些简单的测试 它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 那并不是不准确 这些测试 都要有权威当局的认证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刚才说过什么 就是大家每天早上都做这些测试 假设今天day one 我做这个测试 我其实已经带着病毒了 但是它的数量很低 可能口水里面 每一毫升有1000个病毒 那我今早上吐口水 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阴性 因为它敏感度不是很高 那我就以为自己没事了 那我继续上班上学 但是因为大家记得刚才那个表 就是说 我的病毒的量那么少 其实我没有传染性 可能我没有症状 基本上 那我上班上学 传染其他人的风险仍然很低 那我明天上班之前 或者我后天上班之前 会再做测试的嘛 我再做测试的话 那可能明天后日 病毒的量升得很快的嘛 明天后日早上 那我的测试就会变了阳性的了 那到时我就立刻又不上班 不上学了 那就隔离自己 如果大家能够持之以恒 这样做的话呢 那么社会里面带着病毒 可以播毒的人 就会少了很多 那讲到这里 我都必须要提一提 我讲的这些 简单家用的痴冠状病毒 这些测试 我讲的是美国那些 大家就不要问我说 我去哪里可以买到这些 很多时候大家买到的试纸 是滴血下去 厌死 有没有抗底的那些 跟我今天讲这个测试 是完全两回事 其实对付这个疫情最大的困难 就是一些人性的弱点 戴口罩这么简单的事 大部分人都知道有限 都仍然有这么多人不肯戴 即使大家很便宜 可以不容易买到这些 准确大敏感到 没有那么高的冠状病毒测试 那是不是大家 每一早上班上校之前 都会很乖地去做测试 而做了测试 如果阳性的话 会乖乖地在家里面隔离呢 那我也有些疑问 我拍这段影片 都希望有关当局的专家 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就会将连续 在下方影片的描述 大家可以看原文 可以研究一下 看看我的可行性有多高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留言 给赞 订阅 按下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